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剧地带演艺圈四大顶流血新剧回归 肖战、杨子、诚意、底力热巴新剧来袭 最后一部诚意的古装剧最令人期待 第一部是肖战主演的《藏海戏林》 该部剧讲述了汪藏海原是青天坚坚正之子 童年时亲历满门覆灭之祸 身负血海之仇的他收敛锋芒 学习营造记忆与纵横之术 十年后改头幻面重返京城 败入仇人平津和麾下为谋士 从侯府到朝堂 从一介不易谋士到成为帝国的那个首府 汪藏海在殷爵的权力风云中步履为奸 终得首任仇人的机会 却发现自己不过刚刚窥见阴谋的一角 面对木叶无知的前路 汪藏海披荆斩棘 最终揭破阴谋 携手之爱朋友守卫国家 剧中的肖战就是一个傲娇 毒蛇应酬帷幄的小祖宗 期待他的汪藏海 第二部是杨子主演的国色芳华 该剧主要讲述了商骨侄女和维芳 从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获利出户 凭借培育稀释牡丹的高超技能 涉足上海勇闯长安 和维芳凭借经商头脑 与迎刃折服的天子静晨花鸟使蒋长阳做起了生意 在蒋府后院的田地里开始种花创业 随着秦五娘、朱福、吕耕春的加入 何维芳带领姐妹各展所长 克服困难 共同打造花享容品牌 让牡丹花香以千百种形式飘入长安的家家户户 亲历名声之苦的何维芳赎回祖产方圆 收容命运坎坷 前路迷茫的女性 祝她们学手艺以安身立命 将方圆打造成了繁花女儿国 在蒋长阳的建议下和维芳决心转型实业 创办之游、物药、造粮的乌庸堂以求立名 在蒋长阳报国之路上和维芳屡屡层旁协助 二人也渐渐爱生情愫 经历久死一生 二人携手共贫乱 双双退隐天地间 杨子在这部剧中饰演一个聪明 温柔又有才华的女子 第三部是迪丽热巴主演的万扎朝皇 该剧据说有八个男主是一个一个小故事组成的 你心目中有合适的男主吗 你期待谁演呢 剧情讲述了女主苏绿夏绑定女佩妮西系统 她来到新的世界 在攻略男主顾南城的过程中屡屡失败 当她第一百次试验的时候 却发现顾南城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等待她来自投罗网 原来这个世界的男主意识已经觉醒 危机重重 苏绿夏如何才能联合男主 对抗这一切背后的神秘力量 迪丽热巴这个角色很多遍 你觉得她可以驾驭吗 第四就是我们的大明星程毅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王全》片了 剧情讲述了一位勇敢的青年王全富贵 与一位神秘的狐妖青童之间跨越种族界线的爱情故事 程毅是一位有惊喜的演员 这是他们的二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的英雄志也是为播鲜火 那么你觉得他们的CP感如何呢 四部顶流官宣新剧 估计明年电视剧要杀疯了 期待开播吧 如果你也喜欢这类视频 麻烦点个订阅吧 您的鼓励是小编不断创作的动力 新剧地带祝您好运不断